大家好呀,我是方峰 今天继续给大家分享 被逐出勇者对后过上慢生活的最后一集内容 上集中,路提首次像个正常人样发现情绪 众人纷纷察觉异常 体色不再隐瞒,将实情全般告知 勇者生怀完全抗体的技能 所以路提暂时没有中毒 但继续服用的话 家户被削弱到一定程度 就会被药物控制,无法克制,杀戮欲望 雷德决定去见一见格德温 问问解决方法 在死之前,顺道去世纪上买链金道具 利特和提色则先一步上升去 能来路上,雷德与达南不期而遇 然到酒吧叙旧 全然没发觉,抵达佐尔丹的勇者小队已悄悄跟上 达南对雷德一顿大赛猛夸 希望他能回归小队 无奈雷德心意已决 要与利特永远在一起 同一时间,在旅关里独自待着 半风状态的艾瑞斯也遇上了达南 但这位达南其实是西山丹洋装的 他将雷德也在镇子上的事告知 还一顿挑拨礼间 下对没了他各种麻烦 这时没想到他却和公主获得有自由味 基督心驱死下 艾瑞斯到雷德的药店捣乱 是彻底疯了 另一边,雷德得知了西山丹和活着的事实 当时,达南被伪装成比优衣的他袭击 吃掉半只胳膊 获得了随意变身他的能力 利特一开始见到的也是他伪装的 得知沙师傅的仇人还活着 重新激起了利特的战斗意志 冒险者隐退的打算需要稍稍掩后了 镜头一转 雷德进入古代精灵的遗迹 这之下还有一座地下设施 便是格德温的藏匿点 终于与妹妹见上面 此刻的他已经彻底脱离勇者江湖的掌控 决定任性到底 放弃使命不再做勇者 却害怕会被哥哥讨厌 但雷德表示 从一开始 他要保护的人就不是勇者 而是他的妹妹呀 这时利特二人来到会合 陆提这才说到 其实恶魔的江湖对他无效 勇者江湖之所以被削弱 全是因为他的身上出现了无名的江湖 没有技能也没有冲动 危险性极低 既然不是恶魔的江湖 自然也不会启动杀戮欲望 一众人这才安下心 此时 封批艾瑞斯在西扇丹的引导下 也进入了地下设施 要把勇者带回去 获得哥哥支持的陆提无所畏惧 明确表达既不想回去 顺便给这禅人精赏了一刀 这时 西扇丹再度化身比优衣 上前给予帮助 艾瑞斯拥有鉴定能力 立马揭穿他是阿修罗奥魔 这世上也只有他们 没有得密斯神赐予的交互 比优衣随即邀请艾瑞斯组队 一起寻找初代勇者的遗产 这便是他千里迢迢来到佐尔丹的真正目的 艾瑞斯一心想挽回勇者 很快答应 那道路上 真打男从天而降 身为格斗家的他实力不凡 断了右臂 左臂的强度 也足以挥出拿手招数 龙位拳 直到这时 艾瑞斯从后突袭 在他的帮助下 比优衣挣脱束缚 迅速献出圆形 还用阴的把打男给打趴 在旁的艾瑞斯没有一丝愧疚 想来也不是第一次背叛同伙了 两人继续前行 这明明是失落文明的设施 新扇单却操作得十分熟练 仿佛进出自家门一样 真是没想到 传闻中独属勇者的圣剑 在这里竟有五把 西扇单说 这些才是真祸 神圣复仇者 且勇者也和这些剑一样 不过是复制初代勇者而来的灵魂 神圣复仇者却有强化勇者加护的能力 只要交给路提 他便会松心回归 这时雷德几人来到现场 上前就要干掉西扇单 却不料艾瑞斯彻底道格相向 一时间在场一片混乱 勇者一招大旋风 直接把所谓的真祸给击碎 这时勇者小队的愚员也来到现场 没想到他们竟与西扇单同谋 圣骑士迪奥特莱用圣光之锁绑住利特 再和路提打起来 要抓他回去拯救世界 神的意志绝不容许勇者丢下职责 趴在地上的利特首个出来反对 若是神的意志 是强迫他人背负与其意志相伪的命运 那么就算神站到他面前 他也说这是不对的 谢扇单也表示认同 勇者不应该是加护 而是自身的意志 这时艾瑞斯变出钢铁之笔 直接把雷队与利特砸下去 干掉了眼中钉 他别提有多高兴 就连恶徒格德温也看不下去 归为选者的艾瑞斯除了加护以外 干的事有哪一样是正义的呢 就在这时 底下的达娜一招生龙炮 把困住两人的铁壁烘碎 眼见二人平安归来 疯子就快气死 可麦拉德基怎样 就被几人联手送送西天 另一边 七善诞与勇者打得正激烈 此刻的陆提被满腔愤怒包裹 只想杀光所有阻碍他与哥哥幸福的人 那辽西善丹早已有所算计 让他握住圣剑 被勇者交互控制的陆提 竟对心爱的哥哥兵容相见 他在提色替他挡下一劫 过了几招 雷德才将圣剑打落 陆迪当即恢复神志 意识到自己差点铸成大错 他泪流不止 被中双的提色性命并危 陆提上前施救 没想到平日最讨厌的江户 竟在此刻失效 好在迪奥特莱伸出援手 救下迪色 随即向勇者请罪 但他的出发点是为了大局着想 抱着这样的心态 为世界战斗 时刻为他受伤反忧 撇去江户不说 这才是真正的勇者 该有的意志 世界圆满落幕 在那之后 陆提留在了小镇上 无名的江户 意志住勇者江户 让他重获感知能力 变成了普通女孩 也拥有了过上普通生活的权利 药店被艾瑞丝一通乱砸 已不成形 多的工匠白毛将他恢复原状 毕竟生活终于回归 丽特却显得闷闷不乐 他害怕总有一天 身为引导者的雷德 会为了使命再次离开 雷德严肃地表示 只有丽特爱他的不完美 接受他的全部 是他需要丽特 是他想留在丽特身边 当晚 二人终于终于远了房 双向奔赴 两情相约 没有勾选 没有第三者 就算是神赐予的交互 也阻挡不了他们在一起 泡夫已经甜得掉牙了 小伙伴呢 好啦 这就是我为逐出勇者队伍后 过上漫活人生的 全集内容 感谢收看 喜欢的家人们 记得三连支持支持泡夫 爱你们哟